白色煙霧瀰漫 還看得見點點心火 新竹叢林這處廢墓財場 大火狂燒超過一週 至今人不斷悶燒 造成嚴重空氣污染 附近居民苦不堪言 怪手不斷開挖附土 消防人員也沒閒著 拿起水柱不停噴灑 就怕火勢再擴大 畫好分布圖擬定計畫 指揮官現場調度指揮 原本預計二十四號上午 要派遣直升機投植水彈 無奈天氣狀況不佳 雲層太厚只好再緩緩 我們目前都是每個小時 回報我們現場的一個天候狀況 公共空氣總隊去做一個評估 那等那邊評估過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這邊兩邊會做一個聯繫 還會過來做一個投水的動作 因為直升機反應速度快 承載水量較多 空頭水彈能迅速抑制大面積火災 加上飛行速度也能快速補水 但缺點就是會受限於天氣 採罰的額度大概是在十萬到五百萬之間 分燒產生大量廢棄 嚴重影響居民作息 環保局依法開罰 業者盡全力配合 希望趕快結束這場空無惡夢 華視新聞 莊明憲 招世葵 許廷倫請出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